好 沒關係 現在來到例行賽的發揮是更加重要 要幫一大星人適時保住領先的地位 這一球打得強勁直接找到了羅錦榮 這次先傳給補位的遊擊手 再傳一壘 這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說其實 剛才羅錦榮 他被打的那兩次打到中間方向過去 他當然位置比較強 那這一球林毅潔也是打到中間的位置 那羅錦榮有機會守備的話 他就可以製造一個雙殺 緊接著打擊要輪到第七棒的黃恩寺 第一球就出手撈起來 在中間方向落地形成安打 現在三連上的這一分要回來沒有問題 黃恩寺相當積極的出手 也收到了好的結果 看起來上來就抓準這個低角度的球在秒 對 其實喔 要打賈西亞的球 我想他們經歷的前一場 這種安打不算是沒有辦法得分 我想回去一定會 也有看一些比賽的影片來做判斷 就是說賈西亞他在 其實他在搶好球速的那一顆球 會比其他的球還好打一點點 其實他的控球算是很好的 拉不起來就是這樣 阿打沒錯 但是就不好形成全壘打 來看一下這一球打到了右半邊 火哥追了相當長的一段距離 不過球是直接打在了優阿姨的全壘打牆上 這時候鄧柱瑋已經通過二壘準備了三壘衝 這個球回傳過來 經過轉傳之後來了七八 喔 球還傳高了 這也讓鄧柱瑋一口氣站上了三壘 哇 這一棒打得真的是好阿 這個有力量的打者進出去的球就不一樣 這個球看起來是一個比較平飛 平射砲的感覺 想不到這個球飛行的距離 竟然打到全壘打牆了 由下往上撈出去 飛行的距離相當遠 我也是聽到我們剛剛在講的 直接示範一次跟我們看 直接是打在了全壘打牆上 對 不過這顆球 張建民在處理上 當然有一點 比較不完美的地方 就是說他這個球在高度 我還是沒有辦法接我 那這個球大概就會直擊全壘打牆 那我應該是轉身 準備接那個反彈球的 來看一下高國慶 這一球的距離夠嗎 這時候三壘衝的跑者 往本壘衝火哥的回傳過來 雖然沒有落地就進到補手的手套 但很可惜 沒有辦法抓到三壘衝的鄧志文 已經展現了相當驚人的臂力了 對 沒錯 因為這個 這個 張建民是直接往本壘回傳 因為這個 中間也不用 沒有其他的跑壘員 就只有專心抓本壘這個時候 他全力往回投 但不過這個球 雖然直接投到 這個幅度有點高 然後當然準確度也稍微差了兩步 如果這球如果有準在本壘的話 我想就是會有一個很精彩的攻防 結果在四局上半了 童一世隊的攻勢相當有效率 一支長打 再加上一支高飛犧牲打 現在把分數給超前了 所以沒有辦法預測他的頭球都不錯 這一球打到游擊方向 黃恩志接起來 趕緊傳給補位的二壘手 二壘省比出了出局的手勢 這也結束了四局下班 一大犀牛的進攻 這個半局呢 一大留下的兩個殘壘 沒有辦法得分 全四局打完 童一世隊更比暫時領先